亞運七人制橄欖球小組賽 中華隊最後一戰遭遇日本 沒想到已經冰原短圈的情況 在第一波攻擊又損失一位大將 沈慶紅膝蓋受傷退場 讓球隊戰力吃緊 我們今天比賽就已經剩十個人 已經有兩位選手在前兩場比賽就受傷 那大家就說這一場 我們盡量去把十分控制住 那看有沒有機會去得分 但是沒想到一開始 又有一位選手受傷 我們下面的比賽 可能也不利於我們下面的比賽 對 我們大概剩九個 所以九個要再應付兩三場的比賽 還蠻吃力的 儘管中華隊難以通過日本防線 最終以0比31吞敗 小組賽一勝兩敗作收排在第三 索性憑著分數優勢 成功擠進八強行列 其實我們算是比較年輕的隊伍 所以我們在處理球的 把握度比較沒那麼高 年輕的選手會比較容易失誤 所以如果我們能把控球控好 其實我們還是很有機會去得分的 無論對手是誰或正中有多少傷兵 中華隊絕不退讓 全力迎戰每一場挑戰 希望能突破上一屆第八名的成績 亞運聯合採訪團亞加達採訪報導